Pokémon 非洲版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Pokémon 的非洲版 在上次直播中 我開了非洲版去鍛鍊這個級別 以及捉了一隻雷鳥 大家可以看到雷鳥 他學了一招電擊波 因為我們身上沒有十萬伏特 因為十萬伏特要換代幣才可以換到 所以我就沒有錢去換 然後我們就選了一招電擊波 作為我們電系的本屬技能 其餘都沒有什麼特別 背背龍升了一點 現在33 其實都不算很高 但我們都可以試一試 OK 那就來了 一定要吃藥 沒什麼可能不吃藥這樣通關 都不是不行的 但要升高一點 OK 來吧 我們打Thorna 4T王當中Thorna 冰水系的道館 其實這裡我已經被他黑了 因為他有冰屬性技能 我們先用電擊波 我們先看看他要用什麼 放冰而已 這裡很考運氣 如果對面先用急凍光線 我就已經完了 OK 兩下死了 這樣這裡河馬應該對我都沒有什麼作用 因為河馬是坦重 威脅不是很大 好險 OK 我們直接再電擊波 睡覺 睡覺我們換這隻出來 滅亡之過 大家都一起睡覺 然後我這個時候要解碎 要雷鳥起身 這個時候可以用三地鼠出來捉一捉 這麼聰明 神經病 對著我背背龍用什麼 對著我背背龍用... 沖浪 其實這隻有點危險 今天我剛才死了 噴火龍在這裡 噴火 OK 鐵甲杯照噴火可以了 OK 可以不算我不要 河馬一樣 刺旁攻擊好像比較痛 噴火 噴火也差一點 噴火還要吃藥 噴火 先出一隻 瞬間失憶 不要了吧 嘩 兩次瞬間失憶 不要緊 我們滅亡之過 這樣很麻煩 我們地主死了 我 我 我 好痛 他還有一隻 什麼 急凍光線應該可以吧 我不是 神者 飛 嘩 急凍拳 我還不夠快 可惡 火馬出來了 他有衝浪的 噴火應該不痛 龍路會不會痛 龍路會不會痛 龍路也不痛 嘩 他那一刻衝浪馬上輸了 如果我滅亡之哥 弄死了一隻 其實是贏的 可惜 現在很多變獸 這裡只要他急凍光線 我就可以死了 死了 好煩 又急凍光線 我們首先要抽到他 不是用急凍光線 那應該可以 神秘守護就可以了 河馬出來 這個時候用 佩貝龍 炎黃之哥 我們等一下要抓住他的腳 不要讓他走 現在良患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換蟲 不會有衝浪 OK 可惡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再換 佩貝龍 免費他用什麼技能 對了 用了衝浪 這傢伙 現在把我們換成雷鳥 接著電擊波 可以 下一個是貝貝龍 貝貝龍 貝貝龍 魔都出貝貝龍 烈黃之哥 啊 對了 忘記了他太山頂 地主先 掘地洞 超低傷 超低傷 阿發怪 溶解液 不行 打一隻貝龍 哎呀 讚地 給他吃了一個果 好難打 真的好難打 他的爆擊太大影響了 原本不爆擊也不用死 嘩 原來是吸洞光線 咦 這次是兩次都沒有用到吸洞光線 然後我又開了兩次的特攻提升 應該可以瞄準過的 理論上 升了兩級差很遠 不可能輸吧 嘩 不可能輸吧 厲害 咦 他沒有吃藥 咦 這樣就有機會了 有機有機 應該贏了 嘩 終於 哈哈 但是還要這麼辛苦 都能打得 打得很辛苦 這一場 還要吃著 吃著藥 都要 好了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打贏 我們逐個逐個 save 因為實在太難打了 我又不想升太高 還是一個挑戰 嘩 大岩蛇 大岩蛇 先保護 先 岩蛇風 他應該是怕四倍地吧 不對 一兩倍地 地震 嘩 大岩蛇都這麼難打 咦 不對 原來急凍鳥可以打贏 這麼高傷嗎 急凍鳥打他 不過也是 嘩 剛才有紅球快 還說阿拉 雷鳥吧 雷鳥的衝轉 應該 大半吧 嘩 打不少 過我的速度 阿帕乖 精天拳 其實用噴火能更高傷 嘩 都不是 都是 都是 都是要用這招飛人機打 不同 怪力 嘩 好難打 他很坦 沒有可能一下打得死 這些 他還有香油 嘩 會不會太瘋了 這個 他這個什麼底下 這個非洲版底下 他很厲害 這次要用墨攻提升 難道這次要用墨攻提升 這次是 但他有降速度 他比我快 他比我快 就先打死了一隻大銀蛇 然後找個機會 到他做墨攻強化 都打不死 嘩 有機會 OK 有機會 這裡我們墨攻強化 我們唯有送去噴火龍 然後衝轉 怪力還是轉 打不死 不過孔在 他用什麼 他用狀態技 這次應該是秒的 對 大銀蛇 紅花急凍鳥 這裡 但他是不是比我快 真的比我快 地震 差五 應該會死 差五 四十四速度 這樣吧 停 急凍鳥 如果比他快就不用麻煩 幾經辛苦 喜歡來到這裡 但我全身傷了 原來我有這麼多藥 我有這麼多重新藥 應該可以吧 我猜 好 好來 第三個天王 第三個天王 第三個天王是 鬼系 鬼系 鬼毒 第一隻 鬼毒 鬼毒沒有東西打 噴火龍 是最怕的狀態技 因為多數這些超人力鬼系 很多這些變化技 什麼催眠 混亂 哇 影子分身 傻了 影子分身怎麼打 我馬上 收好攻 毒 OK 毒都好一點 毒都沒那麼害怕 大後腹 換一換吧 雷鳥 應該大紀律可以電死 不行 換一換吧 地鼠 沒什麼用 急凍鳥 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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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隻要送 順便我們用這個時間 盡多一隻噴火龍 噴火龍應該比他快 還有隻是誰 鬼師通 鬼師通 應該都是我快一點 應該一下廟 可以 好難打 真的很難打 來吧 龍系道館 我都不知道怎麼打 龍天王 他第一隻是化石飛龍 李魚龍 OK 李魚龍 就二版 一隻雷鳥 應該可以 化飛 不化飛 就 化飛怕雷電 但是化飛打我 我不夠化飛快 我不夠化飛快 好像 我不夠化飛快 我不夠化飛快 爹 對了 他的原子之力 不是贏眼 我有沒有速度提升 有一瓶 看來所有的希望都放進去 雷鳥 龍路 OK 龍路這些小的東西沒問題 咬咬這些都是沒問題 再加一個特攻 怎麼會破壞死光 為什麼 用這些小的東西可以嗎 龍路可以嗎 可以用多一下龍路 可以嗎 他固定第三下 還是破壞死光 不會的 龍路 龍路 龍路多一下 又是破壞死光 我們再試一次 看看他會不會再用破壞死光 如果會 我們就轉策略 用一級特攻就算了 都是壞死光 那進去吧 我們先用兩下 一個速度 一個特攻 我想我應該快不到化石飛龍 117 應該不會可以 可以 真的快點 怕飛 可以 大膽不死了 真的 咦 不是 其實我應該用守護 這個時候守護應該大派用場 特攻 然後先決一波 再加 他也是破壞死光 為什麼他這麼堅持 用破壞死光 還是我第一回合保護 龍路 龍路 等一下我再用保護 對 那要怎麼打呢 冰環是 兩級特攻 直接吃下去 倒傘 比化石飛龍 我覺得應該未必 對 本身對面和我等級差不多 他比我高 然後雷鳥速度 又不夠快 又沒有特意裂速度 我們再試一次 不行 我們就 我們就把身上的東西 全換成十萬福特 真的差一招十萬福特 只要有十萬福特 差很遠 整個天王 對 我這裡一下打不死他 然後後面那隻我又打不贏他 算了 我們出去什麼 這個是十萬福特的重要性 各位 剛剛好 剛剛好四千 OK 我們先Save 應該是二十四 十萬福特 對 十萬福特 來吧 差一招十萬福特 他整隊都炒了 其實真的 OK 十萬福特來了 各位 我們這隻雷鳥已經不同了 今時不同往日 我們雷鳥 已經不可能會輸了 先想想 第一個是誰 第一個已經是怕雷雷 第一個已經是怕雷 整件事差多遠 我只要這裡再加一個特工提升 其實我應該多買一些特工提升 其實我應該多買一些特工提升 不要緊 因為現在沒有錢 你還可以贏我 加一級特工你應該整隊都炒了 沒錯 大家看到嗎 多強 這隻不夠了 這隻應該要換蟲 迷順者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這樣 先電一下 河馬我們直接 這裡沒有加特工 先加一級 瞬間實益 OK 再電 迷順者我們換噴火龍 這裡用噴火 下隻鐵甲背一樣噴火 拒絕了你了 還想贏我 因為沒有10萬伏特 我才輸 這個位置 有10萬伏特 你還可以贏 下隻前第一隻用急凍鳥打 這個急凍鳥也是差一點 如果速度高一點 快過大眼蛇 他就不能贏我了 OK 這裡換了鴨克怪 之後把剛才的急凍鳥回回 反拳弓 大蛇燈眼 大蛇燈眼 大蛇燈眼不中 會 對 龍解翼 這樣 但是這裡 應該好像要用蜜弓 蜜弓提升 藍石蜂 怪力 噴火龍 噴火 鬼滅 換一換 雷了 然後這招 這樣也差一下 不是那麼瘋了吧 還有一隻格鬥蟹 百萬噸飛艇 應該可以的 嘩 只有他一下子 百萬噸飛艇 好 哎 好 真是 很瘋 我們馬上可以試這個 發石飛龍 應該 夠弱的 應該夠弱的 可以過到他 好來 這個是鬼系 鬼系就沒什麼特別 噴火龍 只要他不是影子分身就可以了 一影子分身就可以了 一影子分身就可以了 OK 可以 深眼都打不中 影子拳 OK 選了一個最好的選擇 對我來說 但那幅十萬伏地應該就死了 但之後他還有一隻什麼在後面 他之後還有一隻 金鬼在後面 怪不得原來有威嚇了 又來一隻鬼 臭力爆彈 OK 都可以的 都可以 不是影子分身就可以了 鬼師通 拿下 都應該可以的 應該可以的 搞定 難打難打 雷鳥 一個帶到尾 雷鳥 兩級速度 不是一級速度 一級特攻 一級速一級特攻 然後就快 那隻 什麼 還有得贏我 蝦古龍 雷 蝦古龍應該都是用雷 要用兵鞋 不要緊 急動鳥 挺電磁波 龍擊路 這裡先想想 龍路用東西擋一擋好像比較好 用東西擋一擋 有什麼能打得痛 好像沒有什麼能打得痛 神秘護身 OK 破壞死光 啟暴龍要出來了 OK 再吃個藥 龍路 又是 但這個龍路應該很痛 中到他就死了 哎呀 八滴血 應該死了 不用死 真還是假 這麼厲害 應該這招同 想想 我先計算 其實我怎麼計算 看看 看看 這裡他有半減 這招打71 這招呢 應該是這招高尚一點 這招打90 但是啟暴龍 不是我一隻貝 不是貝貝龍 我一噴火龍 噴火龍 171特攻 等等 這裡噴火 刺龐攻擊 龍路應該不死 也不死 但是我 OK 他打不死我 終於 終於打最後的MK 勁敵MK應該不需要用噴火 說快應該是他快 不是這麼瘋 一來飛沙腳 過分了 先保護 特攻提升 為什麼用飛沙腳這些這麼賤的技能 嘩這些技能 其實如果這招技呢 將他那個什麼命中率呢 這個叫做什麼 降低對手的命中率 較高一點 這些技能超厲害 不過這些技能如果打比賽就不能用了 PVP 他一個飛沙腳我整隻慢了 真是神經病 鐵格暴龍 怕地面 怕地面怕水怕冰 急凍鳥應該快過去吧 OK快過去就行 鹹風不要緊 我們送走一隻 這個時候再用噴火龍 背背龍的水 咦對面直接打下來 這不是回血 喂 不用死 嘩不是吧 剛才那招技不用死 還是總之用噴火 我打算算好 看到他的血量不是很多 飛沙腳 整隻馬上都慢了 換一換吧 停 爹 又是飛沙腳 有沒有辦法呢 有沒有辦法可以加特攻呢 好像這個困難 加級特攻之餘 還要他不要用飛沙腳 真的兩彎 不要用技 兩彎 好像有點困難 咦這次我快一點 他是不是抽的 他的速度是 為什麼這次我快一點 這麼古怪 換一隻 然後 嘗試一下特攻強化 看看可不可以快過去 其餘 可以 可以 OK 非常好 這裡 我們沒有了特攻 照摸摸 不過他應該快一點 好像他快一點 先決 對他快一點 好怪 他是不是還有一隻先知 在後面 找背背龍 打一打 幻象術 沒有噴火 真的 差一點 自我再生 OK 蛋蛋 椰蛋樹 還有兩隻 蛋蛋 算我打一贏 嘩 打這麼少 不合理 打這麼少 方牆加特防 炸彈 嘩炸彈 炸彈 因為他有牆 他好像有牆 大家都瘋狂吃藥 我不會輸 給他吃藥 對粉 OK 我們倒對了 對面又吃藥 為什麼 鬥吃藥 對面沒有藥 鳳神犬 嘩為什麼最後一隻 搞什麼 風神 電視波先 不要死 嘩一滴血 一滴血燒傷 真的沒有死 燒傷 神速 神經病 神經病 嘩 低能 他整隊都厲害 那怎麼打 這隊真是很難打 對 今集就 這麼多先 今集很遺憾 還是打不到後面 有點難度 因為整隊要夠快才打得贏 如果太慢 太慢太低攻又打不進去 我們一定要一下打贏 OK 今集就來到這裡 我們會不會進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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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